本港近日先後出現變種病毒高安多棟大廈居民 舒順旺檢疫中心接受隔離檢疫21日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在電視台節目中表示 調整檢疫安排係基於科學 並非由於檢疫中心無法負荷 因為目前有足夠的檢疫設施 亦有後備人手應對 當局亦會適時監察 對於薄荷林道豪峰早前有外溶感染變種病毒 有助會拒絕撤離檢疫 陳肇始就說相關情況不理想 又說如果市民不遵從安排 可能會有法律效果 相信執法部門正在處理 強調在抗疫下人人平等呼籲市民合作 另外政府日前宣布 將會縮短對已經完成接種新冠疫苗的 海外抵港人士檢疫安排 陳肇始就說政府會了解世界各地相關報告 檢視接種紀錄的真偽 他亦指抗體測試的過程涉及抽血 因此如果要求在酒店進行相關測試 會有風險 我非常確定